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北面都会有很多突发性的应变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难忘应该是2006年 发生了台风派彼岸事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速去到时速180多公里 我们在南塔暴着雨和大风 把所有南塔锁好之后 那一刻觉得成功感很大 最大的乐趣是 就是当每一次见到乘客 或者见到旅客 回到来的笑容 在我们任何恶劣环境 都继续工作来说 是一个满足感 是个满足的 是一个满足感 或是一个满足的 海调 感谢观看